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于显阳顺利归队,钱曼元见新上人死里逃生,不由喜极而泣。 郭建功提议,以刀汇弟兄为基础,组建新四军苏州游击队,由于显阳出任队长。 于显阳因心里没底而犹豫再三,但架不住郭建功一直给他打气,再加上钱曼元不识投来欣慰和鼓励的目光,最后他终于点头。 另一边,小邱严禁领事馆所有进出并监控所有电话。 在这种情形下,秦子依然致电曾楚南,借秦升传递莫尔斯电码,日积十点起飞,鬼影十三点到达玉堂桥码头。 曾楚南闻讯后焦急万分,一旦让鬼影和松景见面,整个计划便有可能泡汤,因为松景随时都可以召回鸡群。 一分钟可以拍发多少个电码? 手生了,最多也就一百五。 那已经是神速了。 可你知道吗? 鬼影的速度,一分钟至少二百。 枪要打准很简单,记住三点就可以。 大家把架举起来。 一。 枪拖,要抵住肩窝,这样枪才能打得稳。 第二,瞄准。 眼睛,准心和目标要连成一条线,这叫三点一线。 第三,抠扳机的时候,只能手指动,不能手腕动。 最好还要屏住呼吸,先抠第一段,瞄准了目标,避住呼吸以后,再抠到底。 为什么? 因为但准有一点抖动,这子弹都有可能打到外婆家去。 子弹多尽贵啊,我们得保证每一颗子弹,都打到小鬼子的脑袋里。 大家都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光听见可不行,你们啊,还得记在心里。 晓得是谁,在叫你们打枪吗? 乙子梅。 以后我们同意啊,不叫乙子梅。 比我大的,叫我于小弟。 比我小的,叫我于大哥就行了。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晓得就好。 好,所以说,你们要是打不好,打不准,那就似往于大哥脸上抹黑,听到没有? 听到了。 学得挺快啊。 你这就等于救了小鬼的一命啊。 我刚才怎么讲的? 抠腔的时候,屏住呼吸,只动手指。 手腕抖喽吧。 再接着练吧。 二毛。 在这里。 于大哥,四哥找我有事,我得请个假。 去吧。 好的。 枪一定要端稳。 大哥, 你看我们刀会现在是人强马装,士气高长。 可是,我们也不能高枕无忧啊。 你看,上海的杜先生,号称是上海王,呼风唤雨的。 可是鬼子一来,他跑到香港去了。 结果呢,他的兄弟们就跟散沙一样,一个都不见了。 我告诉你,这些天我也在想这个事,你看我们现在,有枪有人,但是没有章法。 缺少的是组织纪律性。 对。 我老了,有时候脑子不灵光了。 大哥,你可不老,老当义庄,老就是老。 我想是时候应该把这个碳子叫出去了。 我刚刚接到上级领导的指示,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让我们呢,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 所以我就在想啊,你我能不能把这个刀汇融入到我们新四军的编制,成立一支苏州的游击队,让余显阳当这个游击队的队长。 你看怎么样。 苏州游击队,余显阳队长,这个终于再好不过了。 真漂亮啊,阿元,你可把年华上的仙女都逼下去了。 要是你娘在的话,看着你穿这身衣服,不晓得有多高兴呢。 是啊,我要是阿元她娘的话,我可不舍得把这么好的女儿嫁给别人。 像我们阿元这么好的人尖子,要么不嫁,要嫁就嫁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阿元,阿元,是吧,阿元。 雪阳,你怎么来了? 真好看。 有事,我外面等你。 来。 怎么了? 四哥和二毛他们找吴润官算账去了。 算账? 可是润官手底下那些二鬼子都有枪啊。 恐怕四叔他们要吃亏。 我倒不担心他们吃亏。 我是担心吴润官那小子这会怕是小名男保嘛。 这小子吧,生性软弱。 虽说是投靠了小鬼子,可也没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 我的意思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罢。 可三叔的死,跟他也脱不了干系啊。 这倒也是。 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想跟你商量商量。 你怎么办? 四叔。 你还有脸叫我四叔? 这不是随阿元叫的吗? 也罢。 现在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怎么? 家里就你一个人? 对啊。 真要斩草除根啊。 屁话。 我们倒会讲的是罪不及父母,或不及妻儿。 问你一句,怕马上动手吓到他们。 来个痛快的。 好嘞。 慢着。 三三,你怎么来了? 给我们当家的报酬,我能不来吗? 四哥,是我把三嫂请来的。 信无的。 是你下令开枪,打死我们当家的是不是? 是我。 既然这样,没话可讲了。 谢阳,给我刀。 我也是为了生活。 我也是为了我们家。 你给我入口! 谁都想活着。 可是你为了活命。 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宗。 不惜残害自己的从暴。 你还算是人吗? 你简直就是一条狗。 狗都比他痛人心。 当家的。 今天我就用你这把刀, 为你报仇了。 。 四弟。 给当家的报酬。 这狗明明是我的吧? 没错,三嫂。 。 把他留下吧。 如果他再祸害别人, 我自己把他拿坏了。 就这么算了。 你三哥生前的时候长假。 您看他不忍, 也不能我不义。 就给这个畜生最后一次机会吧。 三嫂。 。 仁官。 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份上。 我真心奉劝你一句。 别再帮鬼子卖命了。 仁官。 今天你的命是阿元舅的。 记住他的话。 要是再往那狗窝里钻。 躲得过厨一躲不够食物。 我们走。 。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把边角做大的。 迟早你会打进来的。 打个新手而已。 能否做活还未尝可知啊。 刘志兄。 你没必要谦虚。 其实现在反过头来看。 从你们那边过来的人。 无一不是打入的高手。 楚南兄啊。 有一张机密。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三年前。 我接受的任务。 不是打入你们的内部。 而是要在日本人的腹地。 做演。 日本人。 你忘了。 民国二十三年。 我党就公开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 我们认为。 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 把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李泽田同志则称我, 筹建了华南情报小组。 其目的就是对日展开情报工作。 。 可是没想到日本人奈何不了我。 而你却把我生情活捉了。 柳志兄。 曾某当年也是身不由己嘛。 我还望。 不不不。 我绝对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这么跟你说。 使肝胆相照。 实话告诉你。 这个对日情报小组的成员。 其中有四个人。 如今就潜伏在日本上海领事馆里。 发挥着应该有的作用。 不可能。 你和我开玩笑呢。 崇南兄。 这几位同志, 就跟你的金钗一样。 是我们的最高机密。 我的天。 那你们等于是占领了整个的严谨公馆。 嗯。 难怪。 难怪连日本天皇的御前会议记录啊。 你们都能搞到手。 快。 鬼影出现了。 鬼影。 我们又碰头了。 淳于。 准备记录。 是。 武汉。 防空警戒地带现。 东至九江。 西至江陵。 南至岳阳。 北到信阳。 防空警戒线。 距汉口中心。 半径一百五十公里。 空军作战外湖线。 距汉口中心。 半径八十公里。 紧急警戒线。 距汉口半径八十公里。 灯火管制线。 距汉口半径五十公里。 空军作战内湖线。 距汉口半径三十公里。 高射炮。射击地带。 距汉口半径十二公里。 距汉口半径十公里。 天地湖口半径十公里。 但操作战在这里。 是。 的反正。 是。 很好。 我会有那件 施星兄 如果让你去把这个鬼影揪出来 你有多大把握 如果我人在武汉的话 或许还有些办法 可惜我现在在这里 李秦子 刘志 六八一 我可是久闻大名啊 干我们这行的 出名可不是什么好事 没错 借用鬼影的一句话 如果想活下去 最好连名字都不要有 说起这个鬼影啊 这个家伙现身了 他以为自己的密码 没有人能够破解 简直是肆无忌惮 发了整整两页纸 原来是这样 怎么了 出门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四月二十九号 日军将大举轰炸武汉 二十九号 那天是日本天皇的寿担 俗称天长节 四月二十九号 东北的老百姓管它叫鬼王节 没错 松井就是想在那天 给他们的鬼王献上一份大礼 好 那我们就给他献上一份礼 我现在心里面呢 有一个计划 你们两个人帮我参谋参谋 你们看 我军的空防部署呢 主要是针对日军的两条航线 一条呢 是经信阳孝感 这样来攻击武汉 另外一条呢 是东面 敌机 从江西的九江 这样飞过来 进攻武汉 但是呢 由于我们情报的泄露 我相信二十九号 日本人进攻的时候 一定会避开我们这两条航线 我猜想呢 他会演长江 直飞汉口 那现在 我们既然知道了 日军攻击的时间 和进攻的路线 那么 我们为什么 不可以给他们 布一个口袋阵呢 你是说 将计就计 有敌深入 就是这八个字 我们把敌机放起来 是让他们进入 我们作战的内湖线 一来呢 我们是严阵已弹 而敌人毫不知情 我们可以打得个措手不及 二来呢 在这个作战范围之内 我们的战机 可以少装燃料 多装弹药 给敌人以最强的攻击力 两者相加 胜算大脏 这个计划 虽然有些冒险 但确实 切实可行 如果这个计划 能够成功的话 我相信 日军一定会援系大赏 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 可以重新调整 我们的攻防部署 可是楚男你忘了吗 还有一个 无孔不入的鬼影啊 想想看 如此机密的文件 都能搞到手 还有什么能逃得过 他的法眼 陆志兄 亲自说的有道理 这个鬼影一日不住 我刚才所说的 所有一切 那都是空谈 你是想把这个重任 交给我吗 我希望你能够去一趟武汉 除掉这个鬼影 只要鬼影 继续发爆 我要八成把握 这个你放心 这个鬼影如此狂妄 她绝不会轻易把守 我有一个建议 就算是找到鬼影 也不要急于抓她 为什么 华北日军连续战败 所以此战 对松井来讲 意义重大 再加上此人 多疑谨慎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是不会下达 这个攻击令的 所以我建议 在二十八号那天 让我们的战机 扬飞南昌 造成武汉后防 极度空虚的假象 而鬼影 必然不会错过 这条情报 鬼影的这条情报 将促使松井 下达命令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等鬼影替我们 发完最后一封电报之后 再对他实施抓捕 他不是一项号称 是我们这行的大师吗 那么就让他来个 完美收官 鬼影可不是 什么等闲之辈 万一要是 发生什么变故呢 那我们就提前受 有你来模仿 鬼影发暴 因为你六八一 完全可以准确地模仿 鬼影的发暴手法 拜托了 谁在看 是阿元 怎么了 是浦安咒 这首曲子很有名吗 这是一首来自佛门的古琴曲 据说 有浦安十方的大威神力 普安十方 现在天下的百姓 做梦都想着能有这么一天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 你打算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说心里话 我就想跟你回家 谁啊 进来 春雨啊 刘先生 我给你买了点心 你带着路上吃吧 春雨 你想得可真周到啊 谢谢你 不客气 约老弟啊 你把刘先生送到马桶 郭兄呢 他会派人 把刘先生安全地送到马桶 好 我知道了 刘志兄 一路平安 初南兄啊 您请前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要去看看春雨的哥哥 春雨 原来我跟你哥哥素不相识 却因为六八一 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过去我跟他 是两个不同阵营里的对手 可现在成为 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 为了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你哥哥付出了生命 我想我必须到他的墓前 去祭拜一下 我请不客气 公5 走吧 平 hade 義子 那等我 都不讲 способ 大家 wiped ra 你这次可就安心了吧 你没有白死 没有 哥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抓住鬼影 要让他血债血肠 你在天有灵 一定要保佑刘先生 要让刘先生 起开得胜 要保佑我们 早日把日本人 赶出中国去 楚南兄 不瞒你说 此刻我觉得 我自己肩上的这副担子 足有千金之重 为什么这么说 一来是怕有负你之托 二来呢 你这个计划里面 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配合 甚至包括军委会 和你们的军统 我怕我人为言轻 难以协调 可是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也只有你回去 才能够让大家达成共识 如果换作我的话 恐怕连机会都没有 你太抬举我了 不是 那是因为你的背后 还有一个长将军 我们都知道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中共代表团 他的领导 是周恩来先生 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 当初李宗人将军 并没有答应出山 如果不是周先生 三度拜访 居中卧旋的话 那会有今天的 台儿庄大姐 所以我坚信 在你的身后 有领袖级的人物 做你的后盾 势必能说服那些个 军委会的头头们 继而打赢这场 关键的空战 好吧 我一定全力以赴 只要我们中国人 能够团结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战胜我们 对 兄弟同行 齐力断尽 显阳 那我就直接了当地 问你了 说 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新四军 新四军 我行吗 怎么就不行了 我们要建立一支游击队 发展抗日根据地 扩大抗战力量 你小子不会是看不起我们游击队吧 这说哪里的话 我早就想明白了 不管是游击队也好 还是正规军也好 都是抗日 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我就是觉得吧 我呢 就枪打得准点 要是真放到敌后 可能还真能发挥一些作用 我发现啊 你现在这思想觉悟 比以前可是高多了 没 那还犹豫什么呀 我是说 我是当兵的出身 没什么文化 你让我挑这么重的担子 我这心里没底呀 你放心 我已经跟大先生讲好了 我们这支游击队 骨干就是刀汇的兄弟们 这再一扩充啊 很快就会拉出一支像样的游击队 到时候我再向上级申请 给你们派个指导员 我们很快建立起一个党支部 思想教育工作再一抓 你说你有什么没底的 那行 那我试试 行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 要不了一个月的时间 你这个队长就走马上任 那我 我是不是得跟上校打个招呼啊 你说曾楚南哪 没问题 他那里呀 我去跟他讲 你别看他呀 整天一本乘请的 端个架子 也不苟言笑 其实我发现 他这内心是热的 我只要跟他讲 我们拉起一支柔机队 抗战的队伍 他一定会同意的 行 那就这么定了 郭长官 等等 你叫我什么 郭长官 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 行死军没有长官 那我总不能叫你老娘舅吧 叫老娘舅怎么了 你把我外甥女都去到家了 你还不该叫我老娘舅啊 我跟你讲 于显阳同志 在家里叫老娘舅 出去的话就得叫同志 不要不习惯 连我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 都叫同志 副司令员同志 参谋长同志 全都叫同志 掌柜的 武汉集殿 剑啊 我们去找曾长官 怎么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是你啊 快进来 出什么事了 别那么紧张 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啊 就你自己啊 人家阿元姑娘 今天去派喜帖了 所以我过了手电话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我呀 是来送贺礼的 我呀 看看啊 保健增壮实 金钗送家人 非常好的礼物 你呢 人家夫妻俩可都在你的麾下 你的礼物 也不能太吝啬了吧 我送他们的礼物 绝对与众不同 明天的这场大劫 就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 你这么有把握 有 刘志呢 出手不返 一下就抓住了 那个老狐狸的尾巴 我实话不瞒你说 这个鬼影 现在已经完全 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久等收网了 谁负责定制鬼影 这个人可靠吗 可靠 他是老板的亲戚 叫楚汉良 这个人我听说过 姿力好像比你还老 他是原来兰衣社的老人 也曾经是我的手下 我告诉你 你金钗的这个代号 还是他给起的 你说什么 刘志来殿 鬼影失踪了 失踪了 同时失踪的还有楚汉良 谁 楚汉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应该是昨天晚上 可是今天才发现 会不会是楚汉良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郭兄 你们聊 我去外面盯着 好 正好大伙都在 我带来了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你们军统的楚汉良叛变了 还有就是 鬼影明天赶到苏州 郭兄 郭兄 你冷静一点 出门 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 鬼影给严谨公关打过电话 接电话的是我们自己人 然后他把消息告诉给了武汉 这是长江局给我发来的电报 郭长官 郭长官 你说严谨公关里有我们的内应 这里没有外人 我就实话跟你们讲吧 严谨公关手下的资源大将 翁元彭韵 都是我们的同志 那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只有我们掌握了鬼影逃亡的消息 松景并不知道是不是 没错 鬼影 就算是连夜赶过 到我们这里也得明天终 宗长官 柳之后你是否要终止计划 他还在等回复呢 立即 立即让我想想 启禀司令官 从昨晚到现在 一直没有接到武汉方面的电报 佐世宝海军基地来电 询问 明天具体的飞机起飞时间 回电 代名 是 楚汉良是行动处的人 他平时的任务 就是负责监视鬼影 所以说 他并不知道我们的作战计划 我想也是 如果我们的计划泄露了 那鬼影不会给上海打电话 会直接通知松景的 那就是说 楚汉良的叛变 对我们的计划实施 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金子 你恐怕要暴露了 我早就和你说过 你我之间 应该保持单线联系 是 算了 你还是赶紧做决定吧 刘志那边还等着回复呢 是 纯云 你现在去告诉刘志 就是我们计划不变 让他代替鬼影给宋景发报 是 等等 曾先生 你想过没有 如果鬼影 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 赶到苏州 那这封电报 就失去了意义 整个计划 就彻底炮荡了 我知道 但我实在赌 我赌的就是 松景明天上午 发动进攻 鬼影明天中午 才可以到苏州 可是从现在到明天中午 至少还有二十多个小时 如果鬼影 在这段时间 跟松景联系上了呢 我回去 你说什么 我回领事馆去 我说过了不行 如果鬼影和松景之间 有什么变故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那也太危险了 你不是说了吗 在鬼影到达苏州之前 我都是安全的 你放心 在明天中午之前 我会想办法撤离 可是万一 没有万一 楚南 你既然决定赌一把 那就不要站前顾后 我陪你一起赌 好吧 就这么决定了 各位 开工没有回头见 明日之战对我们来说 意义重大 松景的作战意图呢 非常明显 那就是以空战为主 陆战为主 如果明天我们的作战计划 能够成功实施的话 我们就可以重创日军的敌击 让他在短时间之内 很难再组织起 有效的空中力量 由此 武汉可跑 我明白了 你这么一说 我们还真应该赌一把 春雨 把电台搬到这里了 我们在这里 建一个临时的车 把电台搬到这里了 报告 进来 司令官 总是报海军基地来念 是 有新消息了 葬长官 刘志来电 怎么说 在长江局的斡旋下 军委会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计划 看见了吧 最后的胜利 往往就在于 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谢谢 谢谢长江局 来 坐 春雨 给武汉发报 让飞机马上起飞 好 这飞机一上天 就算开战了吧 不是 不是 我们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 咱们的飞机呢 飞离无憾 然后再悄悄地飞回来 不打呀 不打 那废这事干什么呀 夺废游啊 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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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他让铁匠给他的马蹄打马蹄铁 结果铁匠在打到第四只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颗钉子 他认为无所谓 就没有给他打 结果国王骑上马带着士兵出征了 国王在战斗当中 突然发现第四个马掌掉了 国王也从马上掉了下来 在混战当中他被敌人杀死了 然后呢 然后他的国家就灭亡了 这都是故事编的 哪有这样倒霉的国王 于显阳 这可是真事 那个国王就是英格兰的查理三世 还专门有一首著名的英格兰歌谣 大概意思就是 少了一根铁钉 少了一个马掌 少了一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 丢了一匹战马死了一个国王 死了一个国王丢了一个国家 就这么一点小事就把国给亡了 你所谓的一点小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细节 比如说如果我们让六八一冒充鬼影给松井发一封电报 说现在武汉的上空非常的空虚 让他们来轰炸 你说松井会不会相信 他松井那么信任鬼影 肯定得信 对 因为是鬼影发来的情报 但是 作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他一定会利用手上的资源 去核实这份情报的准确性 很简单 他只要给前线的日军观察哨打一个电话 说是不是武汉的飞机几飞了 如果对方说没有 那你说 他还会相信这份情报吗 细节 记住 细节决定成败 那这样说还真是挺重要的 淳于 通知刘志 他可以代替鬼影给松井发报了 进来 秦子小姐 你来干什么 司令官阁下 我是来提醒您 该吃药了 不用了 你回去吧 对不起 启禀司令官 武汉来电 你 是 武汉敌机金属飞往南昌 承受义务空战能力 明日大胜可亲 决定佐世报第十二航空大队 计划不并 让他们做好准备 是 依旧 就可以 顶替二航空战能力 接二航空战能力 小姐 富二航空战能力 铭出来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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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 两航空战能力 最后再答应 同志先去 同志先要开始 所有人 持续进 不许是 是 你们三个 上车楼机 走 你们三个 守着这里的每一个趁客 不准任何人承认 司令官 徐医生半小时之前 接到了鬼影军的电话 他正在搭乘我们海军的契轮 前来苏州 已经下午一点钟左右 抵达 下午一点 是 可昨天晚上我才刚刚收到 鬼影军从武汉发来的电报 并没有提到他要来苏州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 这次他策罚了一个武汉的高级特工 据这个人透露 那个代号军差的朝鲜情报员 现在依然向武汉军统方面提供消息 而且这个金钗极有可能潜伏在您的身边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金钗不是已经被你们处理掉了吗 而且在他身上也发现了失窃的文件 是 司令官 可是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 俗话说得好 小心使得万年转 所以我跟鬼影军决定 他把这个特工带来 再到领事馆来 将所有人员一一枕边 这是你的职责 你来处理吧 是 眼瞎 我只关心电报的事 能和鬼影军联系上吗 他这次来的路上 无法取得联系 所以卑职认为应该对此处全部检验 同时间接电话 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我说过了 这是你的职责 是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客战阁下有力 任何人只许金 不许撑 我可是司令官的擒武兵 连我也不能出去吗 对不起 我也是致心魅力 请你不要为难我 太过分了 你们眼里到底还有没有司令官 小次郎 秦子小姐 发生什么事情了 秦子小姐 他们是特高阁派来的险兵 说要封锁这里 所有人只准进不准处 岂有此理 司令官怎么允许他们这么胡闹 秦子小姐 你不许多 脾气不小 说得没错 封锁领事馆 的确是司令官的首肯 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狡猾的金钗 就堵在这栋楼里 不过你放心 这回 我叫的插指难逃 什么金钗银钗的 小秋客长 你的想象力 未免也太丰富了吧 你错了 怎么 莫非小秋客长 在等着三大神显灵 你又错了 金钗的克星 只有一个 而且现在就在我们海军的汽艇上 再过四个小时之后 一切就真下大白了 好吧 那我就看着你演完这场闹剧 对不起 失陪了 这桥本 金钗的克星只有一个 而且现在就在我们海军的汽艇上 再过四个小时之后 一切就真下大白了 你说这个于显阳跑哪里去买包子了 不会上杭州了吧 到现在还不回来 谁念的我 没买这点包子我跑了两条街 你少来吧你 我问你 你是为我们大伙跑两条街的 你是为了 你吃不吃 不吃 不吃 不吃正好还不够呢 阿元 你的 生煎热火的 报告 进来 左手报基地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司令官阁下一声立下 这封电报真为难辨 我不能清一下这个命令 如果这个时候起飞 大约是下午两点钟左右飞抵武汉 而鬼影军是一点钟左右抵达苏州 就是说即使这封电报有误 我们也有时间召回飞机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但是仍然存在风险 万一鬼影军可能准时抵达呢 司令官阁下 此时武汉防御空虚 是乃天赐我大日本帝国的一个绝佳战机 中国有一句苦话 既不可识 时不再来 更何况今天是天长节 天皇陛下正在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呢 武汉附近有我们的观察稍本 有 左组母小分队一直在皇室一带活动 马上和他们联系 询问昨晚有无敌机动向 是 这都九点半了 鬼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没有起飞呀 放心吧 要是起飞的话 亲自会给我们电话 真的好 我可以 务必 严密坚固 一定要万无一事 记住千万不能出错 可这搞笑 都准备好了 先是所有基础的人 是 解禀司令官 做作目回定 昨晚十一时许 有大批敌机飞往南昌 主位 让我们用胜利作为贺礼 攻击天皇陛下 万寿无价 进攻 无标无二 继续 准备 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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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二二九 跟着跟下 有电话打出 喂 亲爱的 对不起 我就在电话里 向你道别吧 我会永远记得和你在一起的没一分 没一秒 也希望你能记得我 记住我的琴声 不要试图挽留我 其实 我早就想回去了 你知道 我想念我的家乡 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 和父老相亲 当然了 我也深深爱着中国 因为这里是我的另一个家园 这里有四万万勤劳善良的百姓 还有你 半可 就是废话 还有 我想告诉你 我厌恶战争 憎恨那些正在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军阀 假如我有一百个身体 我愿意到战场去 去阻挡侵略者的子弹 假如我有一千双手 我想到前方去 为你们的士兵 爆炸伤口 买鸡 买鸽贼 买鸽贼 最后 我想说 我永远了 我永远了 亲爱的 请不要难过 不要悲伤 答应我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直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 直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 来 念 十点起飞 十三点 海军码头 前者 是日记起飞的时间 后者是鬼影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海军码头在哪里 玉塘桥 日军从佐世宝起飞到达武汉上空的时间 应该是下午两点左右 可是鬼影一点钟就到了呀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万一鬼影在这之前赶到了 那我们的计划就彻底抛弹了 所以说 绝不能让日本人的飞机再飞回去 贺兄 你和显阳 还有老刀 你们三个人集合队伍 赶到玉塘桥 去打这个足迹 一定要把鬼影给我拖到下午两点 好 我跟春雨留下 其他人撤回阳王庙 那电台呢 留下 我还有大用处 那我过去招去忍受 好 我多句嘴 鬼子这次肯定派了重兵 我们就算召集所有人 也就那么紧格 兵力相差全数 如果我撑不到两点 怎么办 尽力而为 你们是第一道防线 记住 后面还有火 好 上校 这次我有巴掌 争取不用你出场 我去把电台藏后 别急 听我把话说完 金子呢 被困在领事馆 现在出不来 小秋马上就到 后面还有鬼影 和楚汉良 行事对我们来说 非常非常地险恶 好 你现在要记住 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 和每一个字 别用笔 用脑子进 我把电台藏在地板下面 等一下 我跟小秋走了以后 你再回来 加好电台 等我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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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科长 你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秋子 看起来 你这生意 还真不少 哪里 小本经验 那介意我随便看看吧 不介意 随意 是 楚子 最近跟秦子小姐联系过吗 念识不见了 偶尔通通通电话 偶尔通通通电话 那在电话里都聊些什么呢 闲言碎语 女人嘛 不过我谨记小秋科长的话 保持距离 静而远直 报告小秋科长 从车外面 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状况 走 其实楚子 一直以来 我都很相信你 而且 我也知道你一直很喜欢亲自小姐弹琴吧 太可惜了 秦子小姐马上就要回日本了 所以也许你以后再也听不到她的琴声了 缘分已尽 何必将求 缘分已尽 楚子 太不像男人了 秦子小姐 可是对你一往亲身 所以我可不如这样 你先陪我回到先兵队 然后我们一起到领事馆 最后 再听一次 秦子小姐的琴声吧 恭敬 不如从命 好 worker past 优众 今十分了 今十分了 unhealthy